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以来 新疆发挥其亚新的趣味优势 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 什么是亚新 新疆何以亚新 我们寻访天山中段北路 准嘎尔盆地南园 讲述关于一群人的亚新故事 亚洲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洲 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 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永新村 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塔 这是一座高22米的钢筋混凝土塔式结构 悬挂在网架钢球下的重锤 在塔基地图上指出的点位即为亚新 亚洲大陆内处于空间距离相对均衡的位置 31年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刊定此处 亚新的测算首先选择地图 在众多地图中 彭纳地图还原了相对真实的亚洲大陆面积 该地图的大比例尺版本 可获得清晰的大陆轮廓 扫描标定有亚洲边界的地图 将其分割为百万余的像素点 将像素点地图置于直角坐标系 将中心坐标转化为地理坐标 对应实地位置即乌鲁木齐永新村 这一结果在物理悬挂法中得以附证 将重磅指制成的亚洲地图 分两次在不同位置悬挂 记录每次版纸垂直于地面的直线 两线的焦点就是亚新 亚新地处天山中段北路 准嘎尔盆地南源 地势地貌和自然景观丰富 拥有极高的游览和可靠价值 亚新也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呼应亚洲名称首字母的塔身 双手托举地球的结构 周边亚洲48国国际地图 图腾大道的亚洲文化雕像 和雄鹰造型的广场大门 无不彰显着对亚洲发展的美好期许 怀抱这一信念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以来 乌鲁木齐发挥亚新之都的趣味优势 成为新疆四手之路经济代 核心区中重要的接连城市 外贸新出口总值屡创历史兴高 位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 中欧班列机械中心 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达7300亿列 通达19个国家26个城市 运载货物200亿种 欧亚经贸往来不再路途遥远 2023年10月1日 新疆自贸实验区挂派成立 将开展促进投资便利化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强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探索 作为亚洲地理中心的新疆 正在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